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算是看明白了啊 在学也就这样了 不会有什么出路了 我还不如早点回老家算了 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夏天飞香 而且还没放啊 你最近看新闻了吗 今年啊 这个考研人数 报考人数大增 竞争更激烈了 别睡了 你怎么一天这么能睡啊 快走了你 而且你听说了吗 咱那个学长 你记得贼优秀那个 毕业回来还请问了演讲那种 优秀毕业生 今年啊 都换三坡工作了 你说说 你自己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啊你 快走 快走 所以说啊 咱这个未来啊 学长的渺茫 非常的残酷 不是你能安心睡觉的时候啊 而且你知道那学长多惨 那么优秀的人 因为找工作压力大 据说啊 差点 能过不了心里那一关 你说咱学心里呢 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讽刺 要说 哎 班长 上架 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快走快走快走 班长 你们也去二零五站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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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考研吗 我考雅思 出去度个精 想交外国男朋友 我找到了 她在剑桥学的金融 我出国的目的 就是为了结束一国恋 我现在啊 算是想明白了 像咱们这样的人 再苦哈哈地读书 也改变不了什么 找个潜力股 发展发展爱情 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投资 你们真有本事呢 靠自己 靠别人算什么本事呢 你说什么 没啥 走吧走吧 来不及了 像咱们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啊 就是一鸡肋 实习岗的都不好找 就算继续考研 毕业了吧 还是一片茫然 咱们这个专业就选错了 你们还没说为什么要考研呢 我不敢了 我受够了 谁都爱过我 你先告诉我 主持人 娱 creepy 你怎么长了 你这个警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 我会以个人名义 向学校提出车班申请 怎么这么快就车了 校主任 这成班才多久啊 你怎么又提车班的事 病人动手术 也得有个康复见效的过程吧 高三只有一年 学生们的时间不容浪费 难道只不过是为了验证 你们研发的药品是成功的 就拿学生做试验品吗 那这个试错的成本 谁来负责 不是 校主任 你都还不能那么 行 那对一口价四百五十分 这次月考 十一班要是考不过四百五 车班申请我自己提 一言为定 天哪 老师 你还是杀了我吧 四百五 我们怎么考啊 我们怎么考啊 萨老师 到底是三百五还是四百五 我没听错吧 我以为到了十一班 就不用跟他们卷了呀 缘有头 债有主 是你们亲爱的雷老师 要正面刚的 其实 其实也不是没希望 六科都及格的话 分 分数刚刚好够 按照你们现在的选科 学校安排了名工实验的 和科科们老师给你们代课 从今天开始 分组自行上课 好 好 同学们 物理其实并不难 吃透它的逻辑和规律 爱因斯坦也会是个可爱的老头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套错题的分析 在把一个小球 从某一个位置平抛出来 运动过程中 他依次经过 A点 B点 C点 D点 知识点是贝勒 但是主关题 就是不能够得分呢 因为你的要掌握 拿分的技巧啊 我拿今年全国券的题型 我来举个例子 第一类 概述变化及原因类 碰到证据类的题目 首先你要考虑的打底逻辑 就是按照排量 它给出的角度 就是这些打底 如果材料没有这个 让我们所有人看一下选项 我们是怎么理解 这个有丝分裂的呢 性状的遗传 跟遗传物质有关 那遗传物质是怎么来的呢 是DNA和蛋白质 组成的染色字和染色体 姐妹染色单体 会随着着丝粒的分开 在仿垂丝的牵引下 引向细胞两极 最后均匀地分配到 子细胞当中 所以有丝分裂的细胞 它就在青带和骨带之间 保证了它 形状和遗传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的选项 A是怎么 是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B选项 什么道选干细胞 它是已经分化了的细胞 它只是分化程度的细胞 那很明显的 这道题目的安全是 全体的细胞 这道题主要是考你们的细细胞 你们看啊 好 成羽山 叛逆少女玉伯乐 痛改前妃考名校 顺口溜我都给你想好了 数学是理科之本 数学天赋好的人 通常都有着 极高的思维活跃度 和丰富的空间想象力 只要认真学 其他科目差不了 从产品定位的角度来说呢 它属于是引流款 能同时满足客户的 猎奇需求和榜样需求 李然 够帅够惨够天才 再加上一个够努力的人设 毫无争议的形象款产品 年轻人最喜欢的逆袭奇迹 之前还听你说 还有个练习 江青老 阳光率性的一二代 和李然恰好正负两级 适合捆绑营销 这小子还会说练习 等十一班的营销正式铺开之后 你信不信它是第一个 有福斯团的 还有编小小 村里孩子 卖惨卖乖 客户改名 草根中的彩票 谨理本理 亘古不变的爽门套路了 还有吗 还有一个 就是西游记师徒四人里边 最无聊的那个 啥和尚 但取经团队有他所托底 也算是张安全牌 况且高中读了四年 舍命考清北 本身就是个噱头 看来你已经想得很透彻了啊 跟王总合作 不透彻哪儿行啊 再说了 当年志祥抓学生做典型 又做宣传 蹭得还是我的文案呢 是 就算志祥他也不敢把学生 掰开揉碎 像商品这么分析 可以 对了 你说你下次月考 跟学校立招牌了 好啊 那咱们彼此今后佳音 再约 再约 都下班了 莱老师还加班呢 好啊 这不马上月考了吗 整理一下学习资料 你有没有听说过 在心理学上 咬嘴唇和双肩耸起 都是撒谎的表现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没做这两个工具 整理衣服也是哦 放心吧 上班时间以外 我对你的私生活 没有兴趣 除非你要拿十一班 干点什么 对了 今晚晚自习换个班呗 我晚上有约 走了 去吧 下一个 如果都是你这样 那我会快死个了 老板 这查费的都给我呗 行 来 陆 坏了 我的天 宋杰回来了 对 你看啊 超跑 他开了 真的 饭店 他的贵宾订的 这很明显就是针对我呀 上学的时候他就这样 什么男朋友啊 奖学金啊 连浴室他都跟我抢 每年同学会不是嘲笑我年薪 就是修了我单身 今年啊 老娘跟他拼了 你还记得我们闺蜜的宣言吗 闺蜜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闺蜜的男人就是我的路人 走吧 拼了 等一下 等等我的超跑 什么超跑 雷鸣 你知道吧 特别准时 那就安静一下啊 我先提一句 老规矩 新人到场 你得先走一圈 就是 白鹿啊 你怎么也不先介绍一下 对啊 反正啊 介绍一下啊 雷鸣 我未婚夫 青北的高材生啊 最近刚回新州创业 大家也多多支持一下啊 青北的 青北的呢 可以啊 鹿姐 这枯木逢春了这是 还行吧 还行吧 不用着急啊 比我还大四个月 不是 白大夫 这也太拼了吧 我可挂钱了 这钱都赚 来吧 同学们 出来乍到 我先走一个啊 来 同学们 来来来来 咱们一起啊 为班长找到真爱 干一个怎么样 干一个了 来来来来来 喝完啊 都没养育啊 来 亲爱的 尝尝这个 咧 雷先生 你是听一个的吗 雷先生 您是做什么创业项目的呀 我是从事教育的 放下你尝尝这个 这 没事 都懂 想当初呀 这清北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 只不过呢 这长大了才发现 社会才是最好的大学 你们就说我家那老公吧 人家高中都没念完 人家照样开公司做工程 不过 他手底下画图的 倒是也有清北的 也有 也有教大的 冒昧地问您一下 您先生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他呀 是他爸的公司 家族企业 那怪不得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个只要是做工程 那就是赚钱的嘛 对吧 那不像我们这 学应用心理学的 这对口工作多难找呀 不是做心理咨询师啊 就是去做人力资源 谁说的呀 那不是还有心理医生 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教育老师 你搞儿童教育也是可以的呀 咱们全爸也只有你和白露 还干着本专业 你看 小白呢 去搞直播带货了 卢哥 搞销售 老贺 开公司 殷杰 街道办 当公务员啊 我呢 做医美 来来来 给大家发个名片 打成腰去得找我呀 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至少还有事业可以做 不像我就只能在家里摊着 这个 那接着我啊 谢谢 各位 那我在这儿做个调研啊 那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心理学的呢 我呀 我当时就是抓纠选的 你们信不信 我嘛 我男朋友报了新师的 那我就跟着去了 我呀 当初家长和班主任都不懂 志愿手册上呢 有这么个专业 对 我的缝要刚好够 随便填哪 我呀 是爱看电视剧嘛 觉得那里边的心理医生都特别洒 我就报了 那你倩可不是这么说的 以前是以后再说 别老说话 你这么明白的 老贺 你这个说的什么话 那你这得喝一个 所以说 桑老师 文理分担跟专业选择是人生一大菜铁 选错了就全输了 你的职业规划课 由我上来 什么意思啊 什么话啊 学习 各位 怎么 怎么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听了半天 总算明白了 我呢 走错包厢了 我是奔着 星师大心理学系同学会来的 没想到我来的是 拉踩自己专业的吐槽大会 我也没什么可吐槽的 今天晚上学校还有工作 我就干到这边先撤了啊 大家随意 桑老师 你慢点喝 再留会呗 这刚开始呢 加班 加班 打工 打工 打工人 打工人 你再 再爱我 你再爱我 坐下 你再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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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来吧 各位同学 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 和伟大的心理学 干杯 来来来 咱 咱吃咱 来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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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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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滚出去 你 你没事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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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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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点烤 烤不过大不了就是散火嘛 不要拥挤 不要拥挤 慢一点 没关系啊 进入考场的同学们 要到全安静 不得交通接耳 要不仔细检查自己的座位号 安靠入座 入座之后 将自己打警察 准备好 待会儿监控需要检查 考场内 不是死死携带任何有同学 保存和功能的电子产品 如果已经带入 马上上交给监考老师 否则 咱照违反考试机理处置 起立 向左一步 请监考老师检查准考证 与此同时 我将宣读一下考试机理 考试的试卷 答题纸 草包纸 由监考老师统一发报 任何考生不得私自携带 草包纸进入考场之内 在考试时要保持安静 不得随意起立或者离开座位 当考试时间结束时 作为人立即停止答题 等监考老师收卷清点完成之后 方可离开考场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 不准作弊 一经发现 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各位考生不作 各位监考老师 请发报试卷 开始答题 5万人 数据 3万人 冒犯 4万人 8万人 今次不通话 您请 uncomment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可以啊 年纪第一 请购导 到底为什么呀 我感觉之前看榜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紧张啊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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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女后学长 女后你过了 几百我们过了 陈琳琳 你也过了 你也过了 张琳琳 弹派 四百五 你 belongs 这四十九 好啊 马琳琳 我十一年 出马 给我乱念 下手 没事 没事 你们回去 我没事 这次月考 十一班有两位同学 没有过四百五十分 按照之前说好的 彻办申请 下午可以提交了 萧主任 雷老师 萧主任说 是你自己要立的军令状 你说两句 说得倒是没错 这军令状是我立的 那萧主任 是不是搞错了 你们考过了呀 十一班的平均分 四百五十二点二分 这种赖你也好意思耍 这怎么是耍赖呢 这是团魂 这叫班级荣誉感 一个班就应该一条心 新齐了才能共同进步 对不对 十一班的五名学生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边 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这说明他们已经充分建立了 班级归属感 反倒是萧主任这边 动不动就是 成班条件啊 拆班实现啊 那我们都是坐着 百米冲刺的准备上的场 那没想到还是夸篮跑来 肖主任 那到底是谁在耍赖啊 雷鸣什么意思 肖主任 肖主任 雷鸣老师 你们两个都不要再争了 不管是肖主任说的 按照单个学生的成绩来算 还是雷鸣老师说的 按照平均成绩来算 但是有一点 我们必须得承认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在雷鸣老师的带领下 这个班的整体成绩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对吧 再说这只是个月考 好啊 期末看成绩 对对对 下一个议题 来 桑老师和老雷怎么还不来啊 这 这是散伙饭吗 我这次没过分数线 我可以退班 我也拖了后腿 我们都退班了的话 是不是十一班就不用解散了 你们也太不了解他了吧 十一班要是真解散了 他还哪儿来的闲心跟闲钱 请你们吃饭啊 各位 都落座 听我说 首先呢 在我的距离力争之下 由于你们的平均分 超过了四百五十分 所以算你们 团战胜利 不用拆半 但是 具体结果还要等期末考 好 好 好 程玉珊 宇阳 江青朗 你们三个不止自己考过的分数线 还拉高的平均分 这里就是你们的月考奖励金 每超过四百五十一分 就是一百块钱 宇阳 四十四分哦 程玉珊 十一分 江青朗 五分 等会儿 李然 编小小 虽然你们两个没考过线 但是我把你们下次月考的 奖励金给预知了 没人一签 也就是说 你们除了这次没考到四百五十 欠我的分数之外 每个人还多欠我十分 编小小现在欠我三十九分 李然 欠我三十分 下次月考一并给我考回来 怎么了 不敢难啊 等会儿 你这是典型的交易型家长 就算钱能暂时调动积极性 那也不能永远维持吧 只要钱够了有什么不可以啊 所以学习对你来说是一本生意是吗 那我请问你要打包他们的成绩 卖给谁呢 学习可以是一本生意 可以是一种爱好 可以是一种理想 也可以是一种赌气 只要你认真对待 全力以赴 它是什么重要吗 再说了 我把他们成绩打包了存个党 不行吗 桑老珊 来 告诉他 你们学习不是为了赚钱 谢谢雷老百 对了 我再补充两点啊 第一呢 因为都给了你们奖励金了 所以这顿饭你们买单 第二呢 下次月考我的标准分是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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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元 加点瓶酒 我要经定 好嘞 一会儿给你上 反正也是自己花钱 不吃吧 不吃吧 再吃吧他就 反正我们请看 全给他 全给他吃了 全给他 全给他吃了 老样子 我先把结论说在前面 这次月考 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而失败的原因 就在这里 来吧 说一下你们的选科逻辑 我 我妈选吗 我也是啊 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呗 一样 好 不是妈妈选的就是凭自己个人的喜好 没有一个选对的 新高考这么千载难逢的差生福利 就被你们白白浪费掉了 我告诉你们 选科正确 比做多少题的管用 那怎么选对科目呢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搜集 和大数据的研究 那我百度过的呀 大家都是这么选的 我们这个选科组合的话 它是最简单 也是最好学的一种啊 那百度告诉你这个了吗 百度不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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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所选择的科目组合 除了编晓晓和江晴朗之外 其余人 全国一半的专业都录取不上 下周报名通道关闭 是你们最后一次改科目的机会 我给你们调整了一下 不就是改成蠢礼吗 我不想改成蠢礼吗 不选物理 必须选物理 新高考虽然取消了文理分科 但是隐形的拆选还在 纯礼依然是最能达的 所以这次月考 年纪前十 基本都是纯礼 不只是前十 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前一百里边有七十五人 都是纯礼组合 这七十五个人 都是瞄准的最顶级的名校 因为清北对于纯礼组合的考生 专业覆盖率是百分之九十七点五 也就是说 你们考上清北的几率 会大大地提高 那为什么宇洋可以选全文啊 宇洋比你们多一年文科基础打底 再加上学习激动性不强 贸然改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纯文如果考过六六五的话 历史 新闻 哲学 公共管理 都可以录取 生涯规划课 原本是为了帮助他们 更好地了解自己 从而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规划 而设立的课程 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升学率 梁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在你一厢情愿地 做这些调整之前 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或者说愿不愿意呢 桑老师 你走进收会 也有三五年了吧 你还没有发现 什么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毫无意义吗 不出所料啊 姓雷的 原来之前发奖金 是给今天做铺垫的是吧 当然 你可以为了你这个所谓的升学率 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六亲不认 但请你不要装出一副 为他们好的样子 你真是伪善 结论下得太早了 桑老师 明天我们有一堂现实体验课 下课后 我们欢迎桑老师来为大家总结 备课去了 咱们继续 做铺垫是一个 在这儿上的一天 咱们就有一个小组里 在这儿上的一天 我们会在这儿上的一天 就要到这儿上的一天 就要到这儿上的一天 我们会在这儿上的一天 我们会在那儿上的一天 看不见一眼 郑乘雨珊 之前桑老师撸川的时候 问你们将来想做什么 你们没想法 我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选择纯理 人工智能 云计算 转件开发 新能源 新融 芯片制造 航天腾讯 高端装备 这都是高精尖的职业选择 听到笑相亲了啊 物化地的涵盖范围 和物化深入所交集 互联网 城市规划 环境资源 临床依序 这些就是你们的救援方向 李洋 你的纯纹在就业市场 算是个冷门 但是没关系 你清北毕业 这边 这都快满了 看来啊 这届真是不行 我们公司过副审的 就没几个 除刀公司吧 对啊 要我说啊 下回真没必要这样一个一个审 太浪费时间 没点效率 你不管他来多少人 最后留得不还是靠钱的 是吧 是啊 现在呀 什么公司都是财得多 用得少 像那些大公司的HR啊 只会把双一流的简历留下 其他的看都不看 直接就扔了 行的 你先忙 好 我一会儿再来 晚安嘞 我跟组委会申请了 做一个教学实验 来吧同学们 今天就让你们当一片的面试官 一会儿看看 以你们的标准 会选择哪些人 自己找灯子坐下 我能不坐这儿吗 不能 丧蜜 您好 我来应聘 请坐 谢谢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叫吴亮 本科毕业于南氏大学哲学专业 研究生是商大的金融专业 我虽然没有新媒体运营经验 但我看你们这是教育培训公司 我上学那会儿一直担任助教 也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研究生为什么换专业 哲学吧 喜欢不能当饭吃 保清学院设计专业 本科硬件 算比较踏实能干吧 996007886 我都没有问题的 老师就想问一下 新媒体运营是做什么的呀 师哥 你是哪个学院的 外国语学院 您也是青梅的 我说外院续语专业的 我在校期间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 在阿妙搜体实途教育都有过实习经验 这是我的简历 还有荣誉证书 我没有干过新媒体运营 但培训这块算有经验 而且我学习能力很快 师哥 如果你们缺人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今天去了几家 有什么收获吗 十五家 到手三家提供 还有另外两家应该也差不多 最近的面试官你们好 我叫刘晶晶 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就读于新州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一直帮助我们学校运营公众号 我还帮几个师哥一起运营了一个 叫新州艳化的公众号 请问一下你们这边确定是收 砖壳是吗 你对薪资的期待是什么 三千五 税后 税后 我对薪资要求不会太高 五千 但我希望每年有精神的空间 不太好意思讲 六千难行吗 底薪一万二 但我相信我那个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 丧老师怎么还不回来 算了 不管他了 同学们 说说吧 如果你是老板 你会选择谁呢 那个读研的男生 学历高 工资要的又不多 肯定是清北的那个女孩啊 她又自信 实习经验又丰富 奖状和证书还那么大一堆 我反正看不惯那女的 天生优越感 还装 但最起码优越感 不是装出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HR都喜欢选择 名校的毕业生吗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名校的多难考 一个人能考上名名校 说明她在意志力 抗压力 学习能力 竞争意识方面 都优于其他人 这就是所谓的赢在旗跑线 相反 如果你开局没有一个漂亮的分数 就算你自身也许很优秀 但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性 去验证你的优秀 现在是个竞争社会 没那个耐性 但竞争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打肿了脸 只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吗 我刚在卫生间 看见那个清北的女孩了 你别提了 今天投了十五家 一共才中了三家 跟我预期得太不一样了 你那边呢 怎么样 六个 牛啊 当然选大厂了 这还用想 二十开 我好自卑啊 不就一本科毕业 我们宿舍全都是外企 还都留北京了 拿什么跟他们拼啊 他保温杯里灌的是功能饮料 卸了妆黑眼圈有鸡蛋那么大 你们觉得 他需要的只是那三份提供吗 不是的 他需要的是拿到 比他同学更多的提供 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 他还需要休息 和适当的心理疏导 还有那个研究生学历的无量 缓解焦虑呢 哲学挺好的呀 为什么不学了 我要是再学哲学 我妈就不认我了 后来还只能选择金融 不喜欢 挺难受的 现在也竞争不过那些有天赋的人 我妈就不认我了 认证明自己的工作室 我还不认证 因为准备有新闻的工作室 然后我希望你也认为 你还要认证 我应该要认证 你看看 喜欢的专业却找不到工作 考上了清北却还是自卑呢 你知道现在大学生 有多少人患有抑郁症吗 你说考上清北 是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 但前提是他们能身心健康地 走完这条路啊 就算你成功地制造出 所谓的什么清北高材生 那也只不过是在一群 终身竞争者里 几个可悲的生还者罢了 你先别激动啊 桑老师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够了 你说 你自己的第一学历是杏州师范 对 那为什么后来要考一个 华师大的研究生呢 我之所以选择心理学 我选择继续读研 是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领域 我关心的是人 是学科本身 话说得很漂亮啊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研究生学历 一个普二的心理系别生 怎么会有机会在权势 排名前三的名英认职呢 那么假如你不是在名英认职 你又哪里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 讲出这些漂亮话呢 所以说啊 桑老师 学历重不重要 学历重不重要 从你自己的行动 不就已经回答了吗 本来以为在十一班 既能做了课题也能帮到人 但现在看来的确是我天真了 好 从今天开始 我退出 你继续 但我也想请你们记住 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愿不愿意这件事 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意义 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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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现在想想 其实当初要报考心理学 所有人都反对 只有你说 别看我平时挺爱怼人的 其实心特别细 总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 别人的情绪 而且善于倾听 身边人都喜欢找我聊心里话 你说这也是一种天赋 帮别人解决困难 找回快乐 是一件很伟大的事 那现在不一样了 比起健康快乐 考高分 赚大钱 买房子好像更重要 那我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 苏老师 雷铭 你知道吗 雷铭 你知道吗 这个班是因为立州奇迹而起的 但是你一点都配不上 也更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因为立州奇迹的本质 不是提了多少分 或是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 而是在学生们迷路的时候 给了足够的陪伴和希望 所以你永远也成为不了他 二零五雷铭州 该就请了 晓阳 你把我的饭卡放哪儿了 来 我带你去找 来 送给我吧 好 雷老师 这是洋护理账 我是桑夏 是您的学生 好 雷老师 好 咱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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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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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